李灵,她创建了一个596万人的国家,连李师民都不得不服。 李灵一个有着传奇和戏剧人生阅历的古人李灵,是悲惨剧的,是传奇的,是宝尝正义的,不说皇教主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帅的。 他出世将门祖父是有名的非将军李广,更是李广长子的一父子遭到李广的影响李灵从小就喜好行兵交兵,有着一身的豪武艺,以及一身的胆量李灵增,身化匈奴二千余里,跳过居炎侦查地形,曾带领他的五千步足。 单枪匹马,曾苦战匈奴杀了许多的匈奴人,他年轻,他有胆量,他有策略他的人生,正本有着许多的也许他的人生正本,能够逾越自个的祖父李广变成西汉最有名最有才能的将军,但是命运通常即是这般无法当他战胜被俘虏以后,他没有挑选自杀,而是伪装屈服,但是他的皇上刘彻,却不情愿信任李灵。 而是在愤恨之下,把李家除以族刑他妈妈,朋友和老婆都被诛杀,不管李广老将军,当年的牢记,也不管李灵是不是是真的屈服,所以李灵真的屈服了诈祥成真,留在匈奴的李灵,取了匈奴的功,住在匈奴生活了整整二十多年,直到自个死去不过李灵告发死了,但他的孩子还留在匈奴,还在那块土地上持续繁衍生息。 听说李灵的后人,在后来渐渐强大成了一个部落,更是树立了一个国家,而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即是由李灵后人所树立的,也即是说吉尔吉斯斯坦人,留着李灵的血,留着中国人的血。 而这一举成名的一举成名的从唐朝说起,从李世民说起公元六百四十八年,正值大唐盛是一支来自现在俄罗斯叶尼赛河上游区域的霞贾斯朝共团,并在其酋长施波去阿战带领下,到达了唐朝首都长安与其他部落其他国家,使者不一样霞贾斯朝共团,除了来养使李世民以外, 还有一个与其他使团不一样的意图与李世民认亲认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本来霞贾斯酋长子称是汉朝李灵的后嗣与唐朝皇帝,使同宗耀跟唐朝皇帝认亲,那他们真的是李灵的后嗣。 仍是来攀枪决的,当年李灵被匈奴缠于封为右孝王,担任长于其时被匈奴将服的坚坤一带区域,而当年的坚坤正好是霞贾斯的古称, 所以他们是李灵的,后人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且霞贾斯人大多为赤发绿铜,而那些自称赤李灵后寺的霞贾斯人则为黑发黑铜,一看即是铜汉人混血的特征后来这些人树立了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有着1999百平方公里面积,有596万人员是一个中亚国家,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民族的国家,不过这个国家人员最多的, 仍是吉尔吉斯族员,有着4193万人占总人员72%,而在这些吉尔吉斯族员里有着黑眼珠的人都自称是李灵的后人,所以这可是说, 十里灵创建了这个国家,真是了不起。